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你知道我的問題嗎 有 有沒有 所以你認為誰是對的 還是你覺得他們講的是一樣的 應該是不一樣的 然後我覺得是 我們使用者、消費者的角度 就是把人會比較好 就是會對 你認為是這位Tim Brown講的是對的 對對對 就是那個產品會設計出來的東西 會比較貼切 會比較貼近使用者 就是真正在用那個東西的人的邏輯 或是什麼之類的 那我想請教你的是說 上堂課你有來嗎 那個報紙的那一堂還是沒有 我記得我沒有看到你 那你知不知道那個是在講什麼 不太清楚 你不太清楚 好 我就這樣子問好了 如果說有一個設計師 他把一個報業系統 他好幾家報紙都經營得很不好 那這個老闆就說 那你來負責做設計 那他決定把設計變得很重要 他不是只是把版面做漂亮而已 他就開始去改那個報紙的 透過設計去改那個報紙的經營方式 所以他認為報紙根本就不會成功 所以他不把報紙經營成報紙 他把報紙定位成為一個有內容的海報 結果他就很成功 報紙的銷量超過30% 50% 100% 這樣子的進步 所以表示說他就說應該把設計 經營都放在設計師的手上 你才會成功 那今天的這位是說不是 你應該讓很多人來參與才會成功 我的問題是這樣 那你認為 哪一個是對的 哪一個是錯的 你想想看 你呢 其實我上次也有啦 可是你快聽到我講 你覺得 第一種報紙的設計方式 他一開始 大家是把設計權 就是那個管理權 放在館長 或者是什麼商量 再來就是 就是設計報紙來成功 就變成他提出 設計者本身來主導 他才能當這種變更效率這樣 我就覺得這兩 就是設計報紙跟Tambron他們的 就是理念 他的想法是 也 我覺得應該 用對手來講 應該說是 應該說第一階段就是 設計者啊 會 他會比管材 或者打擋這房子 就是說他做不成功 可是這種成功 可能整道 我們的階段就 就拔得上去了這樣 然後Tambron他的 就是擴大這個 大思考的範圍 然後更多的 就是 更多領域的打擊 來一下 進行這個 完善這個系統的思考 所以我覺得 這上面就有高低的差別 還是 就是 都有一個感應這樣子 我覺得 我覺得你的分析還滿有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說 任何一個設計的改變 一開始的時候 由設計師主導 顯然會有一個新的局面 所以他會短暫的開始成功 可是你要更加持續的 變成更大的成功 你就要融入更多的人的見解 他才能夠把系統也改變 是不是這意思 是 是 你覺得他講的有沒有道理 嗯 你不想挑戰他的看法嗎 嗯 就贊同 贊同他的看法 那 你有什麼comments嗎 除了他的想法以外 就 報業比較局限在小範圍 這樣 嗯 然後 今天Tim Brown 他的 就比較大範圍 OK OK 所以你 你的看法是說 小範圍設計師主導 大範圍就要大家來 是這樣嗎 就 有比較多人 應該就會有比較大的可能 OK 那你 你是 你讀什麼 美術 美術 那美術有沒有辦法大家來 嗯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 說說看 我很有興趣想聽 通常美術是做一個作品嘛 對 那那個作品其實是 建築啊 景觀啊 那個工業設計也是做一個作品嘛 嗯 可是建築啊 景觀啊 工業設計 通常在這個 嗯 profession 就是這個行業的話 或這個專業的話 是被鼓勵合作的 嗯 那 藝術有沒有被鼓勵合作 嗯 大部分比較個人 對 那我 所以我就是要請你思考一件事情 藝術 有沒有可能被鼓勵合作 鼓勵合作 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不可能兩個人共同化一張畫 八個人共同化一張畫 有可能啊 就連作啊 是 所以 但是可能還是東西會是不一樣的 這樣子 就是還是有個人特色 這樣子 那 建築的作品 或者是像Tim Brown他們在設計的東西 他當大家共同合作的時候 有的是外行的人喔 有的是消費者喔 那他在一起做的時候 他可不可能 還有 個人的特色 不會說 那你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感覺說 你說可以就是一定你有一個想法嘛對不對 嗯 你覺得他哪裡 譬如說我們這樣說好了 那個 這位同學 你 你 你左邊的這位同學 被 要求設計 一雙鞋子 價格要很低 以便讓這個窮的小孩可以買得起 好 那 除了他負責設計以外 旁邊的一些 比如說學經濟的 學不同的 學歷史的 都來幫他 那你覺得這個設計 最後出來是 可以有歷史的人的 風格嗎 不可能嗎對不對 還是說有可能 你 你 我就是想聽你在這一方面的 衍生 你以為這對你的思考會有幫助 我覺得如果加入其他人 就是一定還是會有其他人的想法加進去 這樣子 他不可能就是 除非就是叫他們來代工這樣子 還是什麼的 對 對 其他人的想法加進去是一定的 對 呈現 我說呈現 最後東西的呈現 主要還是他吧 因為他是設計的 是他設計 所以主要會是他的風格 會不會變成是 這個設計的人把那個窮 貧窮的小孩的風格表現出來 我的意思是什麼叫做貧窮小孩的風格 就是說 當這個小孩很窮 他沒有錢買這幾鞋子 但是當他 可以用很便宜的錢買鞋子的時候 這個鞋子 在這個小孩的心裡 他一定不想 穿起來像個窮小孩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你要為他表現的 是要讓他穿起來 他也覺得很有自信 那那個就不是他的風格 而是那個使用者的 使用者的風格 的風格 對不對 那使用者要覺得穿起來有信心嗎 那所以我現在反過來要問說 那站在藝術家的角度 當你去做一個作品的時候 我們在呈現的 通常我們都會談到說 那我們要呈現的是藝術家的風格 他可不可能呈現的是一個叫做 時代的風格 他可不可能呈現的是一個 你想表達的那個社會的風格 有 可以 可以 好 你贊成他的看法 你念什麼 氣管 氣管 那你知道我們剛剛在講什麼 就是在講就是一個設計 就是可不可以 就是可不可以設計他 就是 我問一個題目 就是說 剛剛我講說 譬如說你負責一個 你負責 一個project 那個project 就是說有人 比爾蓋茲給你兩百萬美金 說我要做 一千萬雙鞋子 我不會除數字 就是要做很多鞋子送給窮小孩 那你要負責這個project 你去找旁邊的 一個學藝術的 一個學建築的 他們去設計這個鞋子 你希望那個鞋子表現出什麼樣子 就是適合那些窮小孩的 那你會把東西丟給他們呢 還是你會有很多想法 我會有一些想法 然後跟他們溝通 那你會很堅持你的想法嗎 我自己 我覺得應該是那些 就是 這樣子我反過來問 我剛剛那題目不好 你如果要負責這個project 除了這兩位 一個學美術的 一個學這個 建築 的以外 你還會邀請什麼人來參加這個team 就是 跟那些窮小孩有接觸的人 就是他們不知道知道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 那邊的 老師吧 那邊的老師 OK 我很好奇想問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沒有想到要直接找窮小孩來說 現在有人要送你們鞋子 你想要什麼鞋子 你自己畫 你為什麼不讓他這樣做 就是這樣太雜太亂了吧 因為每個都有不一樣的想法 每個都有不一樣的想法是好處還是壞處 有好有壞嘛 但是就是好的就是 你可以知道他們就是想要什麼 但是壞就是你不肯 每一個東西都集中在那一順鞋子 就是每一個他們想要的都 可是你可不可能 這個請 兩百個這個 經濟比較困難的小孩 然後 設計出來的樣子以後 請這兩個一個學美術的一個學建築的 把他們整理成五種樣子 可以吧 我透過這些問題都是希望 我們今天現在在談的叫做設計思考 其實這個叫做設計思考 你學氣管 氣管的人到了社會上去的時候 叫做管理企業嘛 對不對 氣管的人到社會上去 你在企業的管理的時候 你要去開始去想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必須要了解 怎麼樣子做才會真正 真正有用 有影響 所以我們在思考的時候 就要開始思考的比較 更完整 來 你要不要講一下那個 我剛剛問的那個第一個題目 就是說 那個設計報紙 設計報紙你有聽嗎 你有聽嗎 所以設計報紙的人說 交給設計師就會成功 今天這個人說 我們要讓很多人都投入才會成功 那你覺得他們的看法為什麼會如此的不同 我覺得是都有好處 可是我覺得還是團體會來得比一個人好 團體會比一個人好 你學的是什麼 藝術 藝術 那在美術的這個範疇裡面 你覺得有可能團體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嗎 有可能 有可能 要不要舉個例子 我聽聽看 就 可能他就是 可能他每次的作品可能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人完成 可是我覺得 可是如果大家就是 可能常聊天 互相交流一下 可能 自己的東西會變得更好 所以我覺得還是團體會比較好 所以就是說 作為一個藝術家 你應該常常去了解別人的看法 對啊 可以去多了解 就是多了解 然後可能自己會突然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想法 這樣子 舉例來說在這個19世紀末的時候 那時候一些新的美術運動開始的時候 不是常常有沙龍嗎 那些沙龍其實在大家聊天當中 就互相影響了互相的作品 但是每一個人還是都是那麼的不同 但是整個的運動是向著一個方向去的 你是在講這個意思嗎 類似 類似 好 你學什麼 美術 那你有什麼 對於那個報紙跟 我是覺得 如果是 這個都有好處 你要拯救報紙的話 如果是大眾的想法的話 意見會很雜 導致你看報紙沒有一個方向性 如果交給設計師的話 是 他有一個方向性 比較舊的起來 那就是 可是我是覺得 設計的作品應該是交給大家去想 因為 你不一定要跟著設計師的潮流 跟著他屁股走 所以大家想法都不一樣 那為什麼報紙不能大家想好以後 再有一個人去把它整理起來 嗯 也可以啦 可是 當初是想說 就是 就是 比較 轉那個方向的去 拯救那些報紙 你的意思就是說 報紙都快垮了 要快一點救 對 不要大家都有意見 急診室那個醫生 說醫就是醫 對 他說要切掉你的氣管就去切 切死了就死了算了 這樣 是這個意思嗎 差不多 好 要急救就不一樣 好 你學什麼 氣管 氣管 好 從氣管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設計交給市場去定奪 因為我覺得上次那個報紙的那部分 他之前也是主導一些改革 但是他都沒有成功 直到海報那個才成功 所以我覺得是市場接受他的設計才會成功 然後所以他就是設計 有一部分是參考與大眾一些思考 然後 然後 因為大眾的想法都是 曾經沒有那個 專業者的那個設計師 那麼 成分那麼高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還是 嗯 設計師 然後就是參考一些 那個大眾的思考 然後再把它 做出一個比較有水準的一些東西 這樣我覺得他才會 讀出一個 才會讓市場接受 所以 所以你的角度是說 需求一定要從使用者來 嗯 當然設計者可以 創造出一些需求來 那就是 可能就是要建立在一些不同以往的一些 正常範圍上面 所以我再講一次 你從氣管的觀點來看就是說 需求 設計師也可以想一些 你可能沒有發現的需求 試試看你要不要 然後大眾可能會說 我要這樣的東西 你幫我做做看 然後專業的人就要去整理這兩種東西 把它做出一種新的樣子 然後來試試看人家要不要 好 是這個意思嗎 大概 好 剛剛Tim Brown講的東西裡面 你覺得最受用的是哪一段 我覺得就是 他是說就是 大家共同去思考 就是 會有就是不一樣的那種結果 就是跟前面那個報紙 比較起來的話 就是 大家會比較有一個共識 好 OK 好 Tim Brown在今天告訴我們的東西裡面 有很多是跟我們現在的 你只要是從事設計的人都有關係的 我跟大家整理一下 他第一個是 談到一個叫做Prototyping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要做出一個 很快速的做出一個模型出來 Prototype 那 Prototype 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千萬不要養成一種習慣 你在做設計的時候只在紙上做 更不要養成一種習慣 做設計的時候只在腦袋裡做 因為設計做出來 不管是什麼 你設計一個實體也好 你設計一個系統也好 那 那種東西都 一定要做出一個 一個初步的模型 然後去測試看看 因為沒有做出那一段 那些東西都你看不出來 那些細節 所以 要做了 才能想 是Tim Brown 要教我們的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你不能想了 然後說 我就直接要做出來 他的意思是 你想了以後 要先做出來一些東西 做出來這些東西 你才能夠開始想得更深 那所以它是設計是像一個螺旋一樣的 就是說你想然後就去做一下 然後從做裡面去觀察 然後去思考為什麼這裡面有一些 你看起來不太滿意的東西 然後再把那個設計推到另外一階上去 那個就是一層一層的向上爬 那個是一個邊做邊想邊做邊想的一個過程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我自己的經驗也覺得是非常重要 所以說給各位聽 另外一個呢 它就是說設計的思考是一種工具 Design thinking is a tool 那這種設計思考變成是一個工具 它最好的是在哪裡呢 是在它影片裡面的這一段 我們請大家看一下 意思是說我們做設計最怕這樣 像現在你各位看到下面的那一張圖 就是說你只有幾種選擇 比如說三種選擇 向左轉 向右轉 向前走 那個就是設計的一個不好的方式 就是只能做選擇 那他說一定要去創造新的選擇 那他畫了一個很簡單的這個手繪稿 讓我們去看 他說如果我們把設計變成是making choices 就是從這一些選擇中間選選選選選選選 選到一個我可以做的最佳選擇 那樣子的設計方式 你事實上是被綁住的 所以他建議我們所謂的設計思想 是這樣 是去創造選擇 所以它是一個diverge 就是一個把它變大的方式 就是你去創造一些選擇 其實我覺得這張圖他如果要畫得好 應該是把這個放在左邊 這個放在右邊 所以你要選擇越選越窄 還是要選擇越選越寬 這是你的一個見解 那不是有很多現在鼓勵不同行業的人 一起去討論同一個題目 我剛剛為什麼對於那個美術系的同仁 花了那麼多時間跟美術系的同仁談 其實美術系音樂系都一樣 他對於設計這個行業是會有很大的幫助 音樂因為他有很多的韻律跟許許多多的不同的可能性 他是不是視覺的 他是聽覺的 所以當一個學音樂的人 他開始來跟做設計的人互動 比如說我們如果想想看 我們把馬友友跟Tim Brown結合在一起 讓他們去同時解決一個我們剛剛說的 他要解決一個比爾蓋茲基金會說 他花錢希望他們解決東非那一帶的一個水資源的問題 你覺得馬友友會有貢獻嗎 我相信是絕對有貢獻的 因為他一定是看見一個做設計的人經常用眼睛做工具 他是不是用眼睛做工具 他用耳朵做工具 他的腦跟耳朵是比較連在一起 做設計的人是眼睛跟腦比較連在一起 我們一定要去做這種方式 你要結合用眼睛的人 結合用嘴巴的人 結合用耳朵的人 不同的人 像剛剛我問的氣管的同仁 就是說你從你氣管所知道的東西 你必須要去想說 那我對設計可以有什麼貢獻 做設計的人一定要去想 那我從氣管的人那裡可以得到什麼 所以有一位同學講的說 那位美術系的同仁講說 作品他講的 我認為他講得非常好 意思是說作品的風格 因為是我個人的作品 我還是會有個人的風格 可是為什麼他認為大家可以合作呢 他認為合作就是他一直不斷的跟別人聊天 從跟別人聊天中間 他吸收很多的東西 影響了他的作品 那個就是從前的這個叫做 這個沙龍 在皮卡索他們那時候 最喜歡在咖啡廳裡面 聊過來聊過去 影響了整個現代美術的運動 那個就是一個很多人在一起 思想的結合不是作品的結合 是思想的結合影響了整個一個新的時代的運動 其實跟我們現在在課堂上 為什麼我到了這個現在第四堂 開始希望各位講得多 其實那個的目的是說 各位如果都是從我這裡聽聽聽 你其實聽得夠多了 所以如果我開始做一個導引 說這個有個影片 我開始把一些重要的點挑出來 你開始去思考 其實你們互相之間的影響 那個力量才會大 那在網路上面看到你們發表的意見 而不是只有我發表的意見的時候 那些人受到的影響也會更大 那個就是剛剛他是不是說 護士 他們在設計護士站的設計的時候 是讓護士去做設計 做設計的人只是在觀察說 他有哪裡發現邏輯錯誤等等 他幫他記下來 讓那些護士自己去發展說 他怎麼改善病人的 因為他們為了要護士跟護士交接的時候 他要離開40分鐘 那個病人就沒有人照顧 他們自己發明一種方法是說 那我們在病人前面交接 從前的方法是他怕在病人前面交接的時候 病人不要聽到一些不該聽的東西 所以他們就要有一些工具 去把可以在病人前面說的 說給病人聽病人反而更舒服 而且他不會突然之間下個小時換一個人來 所以他會帶著這個人講說 等一下下個小時是他來跟你服務 所以他在前面交接 他剛剛今天早上打過針什麼 他把那些可以說的是跟他說 可是醫生說不能跟他說的 他可能就沒有跟他說 他在儀器上面他們做交接 所以他縮短到不在的時間只有12分鐘 那個就是因為你說做一個做設計的人 他有本事這樣做設計嗎 做氣管的人他講說我來設計一個流程 那個都是做夢不是做設計 那個不是真正在做那件事情的人 基本上不會做設計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從這一張圖上面 特別要去學到的 那最後我想Tim Brown講了一個東西 我想是很重要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這個東西 變成是你的這個 要做好設計 第一步就是從問對的問題開始 從問對的問題開始 那我相信建築系的同學 或者是其他的從事設計的同學 大概老師也常常會開始 要求你們做這些事情 那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多認真做這件事情 我不了解 就是說他剛剛講Design Brief Design Brief就是講說我要幹嘛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設計 我在開始這個初步的設計理解以後 我到了大三的時候 那時候漢保德先生教我們一堂課 叫做設計方法 他透過那一堂課 讓我們去開始思考 那他找了幾位學生 這幾位學生剛好都是 我相信他挑的 他挑設計做得很快 而且設計成績都很好的人 他要求我們做一件事情 他出題目給我們做設計的時候 不准我們畫 不准畫 只能講 那第一個要講的就是說 我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為這個題目下一個定義 說這個題目是要設計什麼 單單是那樣我們就搞半天了 那所以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說 你要學會去定義一件事情 像剛剛我跟同學舉的例子 如果有人告訴你說 有一群經濟收入很差的小孩 我們希望送給他鞋子 那你那時候的定義 不是一個叫做窮小孩的鞋子 你的定義是 讓經濟差的人穿起來很有自信的鞋子 那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窮小孩的鞋子 你可能想到叫做成本低的鞋子 讓經濟不好的人穿起來很有自信的鞋子 你成本是擺在第二位 你最後說不定成本還是很低 可是你第一個目標是設計 讓大家穿起來覺得很有自信的鞋子 那這個很有自信的鞋子 是大家都需要有自信 所以到最後會變成 你送給窮小孩 可是有錢的小孩他會很想買 所以這個才是一個真正的設計 就是你要問Right Question 什麼叫做Design Brief 那這個是重要的 那進入下一個之前 我想跟各位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他們在Twitter上面 把他們在談論的問題 這個思考設計的問題放在上面 他們丟問題 然後就讓大家來討論 我們我常常在這個Facebook上面晃來晃去 我覺得最可惜的就是我們的這個社群網站 很少被拿來當成一個思想的工具 大部分都拿來當成種田啊 幹嘛啊什麼東西啊 這個就這樣而已 那這樣子會怎樣 那比你看那個電視劇還恐怖 那所以你看看戲劇還是比較有意思的 那這個所以我想應該值得思考一下